還記得2022年的選戰 現在已經過去兩年了 觀眾朋友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當時要競選桃園市長的林志堅 被爆出了他的論文的抽席案 當時是吵得沸沸揚揚 而林志堅的論文指導教授 就是他前國安局的局長陳明通 駛隔兩年之後 他寫了一本書 叫做阿通師談林志堅論文門的始末 昨天他舉行他的新書發表會了 陳明通就認為說 2022年的論文門是世紀大冤案 這個其實是認知作戰的經典案例 不過這一份論文 其實已經被台大以及中華大學 認定是抄襲了 現在兩年之後 他又重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講 所以這個言論其實也引發了熱議 被認為陳明通他是不是想要洗白呢 另外我們就來看一下 國民黨的立委王鴻威 他就質疑說 這個論文案發生抄襲才不到兩年的時間 很多人其實都還記憶猶新 那陳明通現在就急著想要洗白自己 是不是想要在新政府 也就是賴清德政府上任之後 想要在中間求一個位子呢 他就說你真的不要低估我們台灣人的腦容量 同時他也提出了他的三點質疑 第一他就認為說台大跟中華大學在政治迫害林志堅嗎 他說這個撤銷林志堅論文跟學位都是台大跟中華大學 那台大呢他是國立大學 現在執政的也是民進黨 另外中華大學呢 當時他的董事長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難道陳明通這個說法是說台大跟中華大學都在配合政治迫害嗎 再來呢他就質疑說這個他認為說司法也在迫害林志堅嗎 因為林志堅當時呢其實有告王鴻威的官司 不過最後呢是不起訴的處分 也就是呢林志堅和余正煌的官司是他道歉 加上他還捐了30萬做公益 所以才換到這個余正煌當時的撤告 最後呢他就認為說難道陳明通你還認為教育部也在迫害林志堅嗎 因為林志堅曾經就中華大學要撤銷他的學位 他就對此向教育部來提出了訴願 沒想到呢是遭到教育部來駁回了 而台大呢訴願案最後林志堅他是自己來撤回的 所以呢王鴻威他就抨擊說 陳明通你的新書根本就是世紀大笑話 想要用任之作再來洗白你自己 他就說賴清德會認同嗎 另外呢其實陳明通他在昨天的新書發表會上面 還提到說就是你只要上台大國發所的網站上面 就有一些碩博士論文的研究計畫公版的寫作格式 他說這個公版格式呢 就是台大的教務處要求的 學生就要按照這個公版格式來寫他們的論文 這個有什麼不對嗎 可是外界就不這麼認為了 他就說所謂的公版應該就是台大的碩博士論文 包含你的標題還有內文跟行劇以及你的章節安排 還有你要參考的文獻等等的其實都有固定的格式 可以讓研究生統一來統一的格式下面來完成論文 並不是像陳明通說的老師寫好公版給學生抄 那台大呢針對昨天他的新書發表會其實也發出聲明回應了 台大認為說學術倫理跟誠信是學術研究的基本條件 校長陳文章其實也已經多次公開表示說 這個國發所的論文抄襲事件 其實當時對台大的校域影響很深 也呼籲呢這個陳明通教授 身為你的論文指導教授 應該要負起責任 主動來向社會大眾道歉 對您關心美國職棒大聯盟的 稻奇明星球員大股翔平 他的翻譯水源一瓶 因為賭博成癮 所以他涉嫌從大股的賬戶裡面 來盜取了大約是450萬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1.43億給他的組投 並且是遭到了球隊的解雇 那現在呢事發之後其實已經過了5天 大股終於打破沉默了 他今天呢是在台灣的時間 今天的凌晨4點來舉行了這個記者會 說明這整起事件 不過呢這一場記者會 是不接受記者提問的 大股是表示說 對於最近發生的事 他自己也很震驚 強調說他從來都沒有接觸賭博 也沒有下注棒球以外的運動 更沒有要求其他人做這件事情 第一次知道原來水源一瓶 在遷賭的時候 其實當下呢水源一瓶 他是用英文跟大家說的 不過當時呢大股的身邊 並沒有除了水源以外的翻譯 所以他沒有聽懂全部的內容 可是他說即便如此呢 在當下他就已經發現有點不對勁了 在團隊會議之前呢 他是完全不知道他的翻譯水源會遷賭的 所以呢也沒有答應說 他要幫他還債給組投 而當兩個人他跟水源在飯店裡面 一對一對峙的時候 水源才坦誠說他不只遷賭 而且還欠了一屁股的債 這個時候呢大股才知道 原來水源一瓶用他的帳戶 把錢匯給了組投 當下他是覺得非常的荒謬 才會打電話給他的經紀人 那後續呢 其實水源一瓶相關的一些過程流程呢 大股就表示說 都會全權交友他的律師來處理 那大家也很關心說這一起事件呢 大股翔平會不會受到牽連 對此呢外國的賭博法專家羅斯 他就分析說 如果這件事情大股是知情的話 就是說他知道這整件事情 並且他同意會錢給水源的組投 來幫他還債的話 那很有可能大股在這一起案件裡面 就會被起訴 並且他還會被列為共犯 也就是說呢 大股就等於再幫莊家來收債 那如果呢 他是真的知情跟同意的話 那這整個情況都會變得很糟糕 甚至會影響到大股後續的職涯發展 但是如果呢 這個賬戶就像大股的律師來說的 是被水源一瓶給大規模的盜取的 也就是說大股賞品是出於非自願的話 那這樣子呢 就不會被視為共犯 另外呢 大家也很好奇說水源一瓶的薪資 應該不夠他欠這麼多債 不夠他下賭這麼大的金額吧 那組投怎麼會願意讓他欠這麼多錢呢 他組投的律師就表示說 因為呢 他說水源一瓶是大股賞品的好朋友 而且呢 這一次水源一瓶玩的叫做信用制度 也就是說你不用先有這麼多錢 所以就很容易來不小心就失控了 這個信用制度就是指說 這個組投其實是認識玩家的 所以你不用先存錢 就可以直接下注 事後再結清所有的金額 那在結算的時候 如果你輸的很多 已經超過你的負擔範圍的話 很多的賭徒就會直接 把全部的錢都給下下去 反而呢 想要一次贏回來 結果會越輸越多 那涉發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兩位 其實大股呢 已經取消來追蹤水源一瓶的IG了 所以外界也認為說 這兩個人的關係正式破裂了 那現在呢 日本的八卦抽刊又加碼爆料了 他說呢 時間是在南韓的這個棒球的官員透露說 在這個首爾的開幕戰之後啊 當時呢 稻齊隊是以5比2來拿下了首勝 但是呢 賽後卻沒有感到大股賞品 沒有感到開心的情緒 反而是相關在場的人士 聽到他疑似在 稻齊隊的球員休息室 對這個怒吼 聽到大股的怒吼聲來標罵水源一瓶 那這個報導就說 大股翔平標罵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水源在休息室 來向大股來坦承說 自己非法賭博的事情 並且遭到了球隊開除 而這個時間點呢 也跟外媒報導的時間點是吻合的 但您關心 下個月電價就要調漲了 觀眾朋友會不會擔心說 自己的荷包又更緊了呢 其實現在不少人拿到這個電費的賬單 都會誤以為是一個月的電費 那台電就解釋了 其實我們一般的住宅用戶 收到的電費賬單 都是兩個月為一期 現在全台灣大概2%的住宅用戶 他們夏天的電費 最高一個月是700多元左右 那這樣子換算下來 其實這一波的電價調整 台電就算給你看囉 每個月大概是增加了21塊錢 21塊錢平分下來一個月 其實每天的增加的金額 是不到1塊錢的 那經濟部在22號拍板了 說下個月的1號平均電價要調漲 大概是11% 其中這個住宅用戶每個月 用電戶大概是700度以下的 大概是調漲大概是3%到5%來左右 那這個其實前面這 第一點跟第二點 就是佔整體的用電戶大概是93% 所以大家其實會覺得說 這個電費調漲好像幅度沒有這麼高 因為再往下看 包含了701度到1000度 這一次是要調漲到7% 那每個月用電量的大戶 一些工業用電左右的 這個1000戶以上 這一次調漲了是10% 也就是一成左右 台電就表示這一次民生用電 他們要在兼顧物價的考量下面 來適量的進行一些急劇單價的調整 也就是說你用電的急劇越高的話 你這一次漲幅的幅度也就會比較多 那這樣子也可以間接的來促進節能減碳 那用戶如果下季每個月的賬單 大概是在4500左右的話 等於說平均一期4500嘛 你除以2的話 每個月的電費就是2300左右 這樣子的話調整後其實每個月的電費增加的 用增加的這個數目呢 其實大概是3塊錢左右 可是聽到電價要調漲呢 就算幅度沒有很高 還是會影響到這個民眾的消費動能 我們就透過下一張圖來看 這個經濟部現在也宣佈了 這一次1月到2月的批發零售業餐飲業的統計 就是說因為受惠於我們1、2月有春節活動嘛 所以購物的人比較多 在零售業的營業額呢 是有突破了7693億元 那在餐飲業的營業額呢 則是1884億 這兩個呢 其實都雙雙創下了歷年同期的新高 那在這一次春節過後呢 現在還是高級期的狀況下 現在民間的消費還是滿好的喔 經濟部就預期說 在3月零售業的增加幅度會小幅的來成長 餐飲業呢則是會成長一成左右 那現在電價要調漲了 電價一定都會反映在成本上面 會不會影響到民間消費的動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理論上來說呢 漲電價的話 業者就會把這個電價反映在成本 也就是他們的產品上面 也就是說呢 這個產品可能會提高售價 那如果你一提高售價的話 一定會影響到消費的動能 但是理論是這樣子 實際上是這個情況嗎 專家就舉例說了 例如說如果我們的東西變貴了 民眾就會減少來外出吃飯 所以你可能會自己煮東西比較多 那自己煮東西的話呢 一方面你會衝擊到餐飲業 因為你沒有直接來買現成的食物 可是呢 另一方面呢 在零售業包含一些超市啊 量飯店等等的這一些營業額呢 就會因為你現在是自己煮飯來說 所以他們的營業額相對的會有攀升的 另外還有一些其他影響的原因 包含什麼呢 現在最低工資也調升了 以及財政部的減稅措施 還有近期台股的表現也算不錯 這些因素呢 其實都會有助於來帶動民間的消費 可是租屋組就會擔心蝴蝶效應 什麼是蝴蝶效應呢 就是明明電價說4月1號要調漲 可是現在已經有不少人都收到 房東的通知說要來漲電費了 可是呢 他們就覺得說 房東你原本收的電費 你就沒有按照台水台電來收費 那現在宣布要調漲電價 你也要跟著漲 等於說是你就扒了租戶的一層皮 那現在呢 可能每度電5塊錢 現在要漲到6塊到7塊 漲電價的這個幅度呢 其實讓許多租屋族都覺得說 自己被扒了兩層皮實在是苦不堪言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再多一點 按��를這個幅度 並開啟小鈴鐺 所以說 請大家